船舶站好嗎 好啊 好 雖然膝關節退化 走路有點蠻深 但一百歲的阿比阿嬤 只要天氣好 都會到環保站報到 她有屬於自己的回收轉取 我拿一張紙紙給你拿好了 黑的先吃起來 然後這個才給她 牌子才給她撕 沒錯 紙類回收區 有一個阿嬤專屬的位子 幾位跟她做一樣工作的志工們 都暱稱她為阿嬤 只要幾天不見 就會非常想念 阿嬤嘛 人家都做 人家沒做就來這裡做 阿嬤最乖 對 阿嬤 那會感動嗎 對喔 哪會不會 身體很好才有辦法做 對啊 人家都很好 很感動耶 她一百歲了 這樣很認真做耶 做環保 她很勇心 她那麼多歲就做了 我們這麼年輕人也要做 來這邊做的話 因為很多人很熱鬧 然後她做得很開心 2015年才開始跟著女兒 做環保的阿嬤阿嬤 原本住在南部 後來因膝關節要動手術 才搬來跟女兒同住 女兒為了不讓母親快速退化 因此帶她一起做環保 要給媽媽運動 然後頭腦比較不會退化 動動腦筋 然後還有事情做也不會亂想 還可以幫忙做環保 也很好 媽 很好 您好 天冷或下雨 阿嬤阿嬤就不出門 但即便在家 她也都沒有閒著 在家裡和工作 12、20元 12,20元 我也繞繞繞繞繞繞 ע 除了做紙類回收 阿嬤還有一個好習慣 犧牲60個 憑歐,家都ará 做什麼 還要送什麼 要送給家就可以 就這樣啦 就這樣就沒辦法了 沒辦法做的 辛寬涅醇的阿比阿嬤 專心一致做好紙類回收 活絡自己的筋骨 也為地球貢獻一份心理 帶來新聞知識美之工 黃春茹 江文樓胡旭慶 台北報導